那些年在学校的愤怒瞬间时 小苗你过分了 抢人家东西干嘛呀 快还给他 你让我还我就还呀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肯定是情书 我先看看 你现在把信还给我还来得及 哟哟哟 个子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我就不还 你能拿我咋的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差不多行了 这是人家隐私 你还有没有点数字了 你给我闭门 你俩横线一起对付我是吧 行 别逼我把信的内容念出来 如果你敢念出来半个字 那今天谁也保不了你 你还敢吓唬我 真以为我不敢念呀 念一个你试试 臭什么 王鹏你要造反啊 谁让你拍桌子的 老师你来得真好 有人给王鹏写情书 证据卸凿 你看 学校三令五声尽职早恋 王鹏你这是明知故犯啊 我没有 还敢狡辩呢 老师我念给你听哈 王鹏昨天下大雨 谢谢你撑伞送我回家 我才没有感冒 以后学习上有什么 我可以帮助你的 你随时来找我哈 念完了 这里面哪句话 跟恋爱有关系 你告诉我 那我不管 这些就是有问题 你肯定找恋 都别吵了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王鹏你给我小心点 别让我查出来 老师你放心 我会帮你盯着他人 没事了 咱开始上课吧 你没事了 我有事 小妙随便偷看 这隐私这事怎么处理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看了就看了呗 你再说了 我这可是替老师排邮解呢 小妙你这事做的确实不对 下回可不能这样了 这就完了 那你还想怎么的 我已经批评他了 这还不够吗 这叫批评 我们平时犯错 你可不是这副嘴脸啊 难道就因为小妙 学习比我们好吗 谁叫你们是学渣呢 你就该 小妙今天必须站起来 真诚的向我道歉 否则这是没完 你不配 说什么呢小妙 赶紧跟我朋友道歉 啊 道歉就道歉 对不起 我让你真诚的道歉 这次不够真诚 重新来